台北市的第三位府市長今天正式公布了 由官本作介乎秘書長的這條文件 來新政府市長 相關這件事安排是這件事先行 我們一方面給予期待 二方面也要看看後來這樣子的一個班底 是不是符合目前的需要 因為張溫德副秘書長 他是學都市規劃的 跟李四川副秘書長 他的專業或者他過去工作的經歷 都是重疊的 有機關的資訊說 台北市的第三位府市長 應該是要多多接經濟 還有為經濟的部門 也不過因為我們這個專業 你能踢到過去的經濟 當然在這個都市規劃的方便 後上也要檢查說 他們是不是符合測試所需求的 因為問題也表示說會協助市長 我們建立立來推動市長